去年,2015年,我们庆祝了国际电信联盟150周年华旦 再次证实本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具适应力 且最具相关性的组织之一,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国际电信联利用最有创新的通讯手段 致力于联通世界 在庆祝201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纪念1865年5月17日估计电林的创建之时 我们继续期待着未来通信的发展进步 今年,我们关注的主题是 提倡信息通信技术创业精神,扩大社会影响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是全球最具盈利性且最为成功的行业之一 它彻底变革了世界通信的方式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,几十亿民众已经步入信息社会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日夜智能化的连环环境 围绕云计算,大数据,以及从卫生到金融各个领域的新应用 向于智能交通系统和智慧城市为特征的未来迈进 随着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的拓展 新服务和新应用将不断发展 许多新型的、小型的新参与方 互得了进入市场的机遇 带来了满足当地需求的解决方案 信息通信技术创业精神必将带来显著的社会影响 我们需要这些企业的专业力量 创新和投资来实现可持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 中小型企业、创业公司和技术中心推动创新 且实际的解决方案的产生 尤其有益于发展的国家的进步 中小企业占全世界所有企业的90%以上 对于许多发展的国家而言 中小企业代表着脱贫之路 作为负责最先进的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事务的 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秘书长 我再次呼吁各国政府、意见、学术界和技术专家等合作伙伴 大力宣传年轻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小公司 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作用 鼓励推广数字化社会创新 优先制定有利于创新的经济政策 确保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 支持综合性创业生态系统的创建 以及帮助企业家实现从理念和创新到销售与收入的转化 让我们汇聚资源 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作用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履行在经济增长、社会包容性与环境平衡等方面的承诺 谢谢您的观看